如果理解我刚刚讲的,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基本上,你要提取前面开头不知道几个中文字 这边的话,你可能需要用到至少几个 第一个总长度,它总共有13个字 那其中开头不知道有几个中文字 所以我们可以用LEN,然后给它A2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把这些字全部都转成什么 全部都转成全形,那全部都转成全形 特别是,全部都转成全形,是用Big 5 然后把A2给它,它会帮你把全部的字都变成全形字 变成全形字,在这地方当然是这样 原来我们分两阶段好了,那你这边把它全部都改成全形的 有没有发现,全部都全形的 那我讲过,如果你变成全部都全形的话 那在那个,就是 Essale里面,这个就算两个Byte 全形也是两个Byte 那也就是说,它不管说原来 原来是几个Byte,我全部都转成全形的话 那实际上 有转全形的,跟没转全形的 都算两个,所以 因为总长度是多少,我们可以用Byte来算 那Byte来算的话 可以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再插入一个函数 那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要算Byte,就不能用LEN 必须用LEN B 这个是算它有几个Byte 那把它贴上,26个 为什么26个,因为 你全部转完之后,反正里面 有几个,反正13个 不管,因为全部都全形 所以都算两个 全形都算两个 反正你不管是全形半形都两个 英文跟数字 转了全形之后都算两个 所以是26个 好,那全部都转半形 全部都转半形的话 那一样我们用刚刚那个ASC 丢给它 那最后当然你看到的 它一定会是类似像这样,全部转半形 把它打勾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都是变成 半形的 那半形的话,特别注意 中文还是算两个字 所以这边六个 那后面的话呢 都算一个Byte 所以总共有五个 再加 四个 五个是九个 总共 六个 这六个,总共 再十一,十个吧 后面是十个 那所以我这个地方呢 当然要算它的总共几个Byte的话 那一样我可以加一个LEN 不过记得用B 然后我们就可以 OK 那实际上 你就可以从这转换过程当中知道 谁有转谁没转呢 没转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中文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26 减掉 这个转成半形的 那也就有十个 对不对 那这十个是什么 有转的 那就是 不管是,就是一定是英文或者是数字 所以这个有十个是英文跟数字 那它原来有几个 十三个 那也就是把十三 减掉十,不就剩三 那就切三个出来了 应该知道我那个推理 如果你这个推得出来的话 以后你这个切 就应该可以切出来 但是 还没结束 好 我们刚刚一 总长度是三个字 总 转成 那个什么呢 转成全形的 不是总